- 國際浮環的相孤兒 國際浮環的相孤兒 但沒關係你有浩浩兒 大家好 我是浩浩兒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的是這個 新的機制的NPC 那他是關南 這個美眉他叫做關南 那我們關南呢他有 可以提供你很多賭博的道具 那我們可以去賭 對 那怎麼賭 我今天會教大家怎麼賭 那我的影片大概 新機制會分3到5隻吧 因為我覺得新機制是蠻神奇的東西 包括戰鬥還有賭博 就是前後我會先大概介紹一下 那我會直接先介紹這個賭博 因為有動力才會吸引你去打 如果沒有那個動力沒有吸引力 你就不會去打這個新機制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關南到底有多好 對 然後你才會想要去打那些怪物 然後開那些寶箱 好 那這個東西 這個美眉他怎麼賭 我們今天就來看 那在賭之前呢 我們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要了解到 這些裝備 這些素材 他的傳說裝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是我希望是每個小夥伴都必須要去記的 這一季我覺得他好的地方就是好在說 你可以記更多的底材 像帝國之公暗殺公這些底材 你要記得 那記得之後你去賭他會變成這個夜銀 那可能翠綠珠寶他會變成神感 這些就是我覺得這一季阿 這一季是這個GGG他想要我們去記的東西 我覺得他是想要我們去記這些東西 那當然這些薛朗阿或是味道之袍阿 這些你們都很熟了 所以你們就不會 你們就不會忘記這些 但是可能上面這些就比較 沒有那麼的熱門 那你就會不知道說這個頭它是什麼素材 這樣子 那這次GG應該是提供給我們啦 好 那我們 這張圖片你可以暫停 你可以暫停 就是剛剛這個圖片 你可以在影片這邊就暫停 然後你可以去對說 欸你要什麼 或是我直接會貼網址 我會貼在我的影片下面 那你們就可以點進來看說 這些普通的素材 它的傳奇裝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讀啦 那順便介紹一下這個關欄要怎麼讀 那看到這個赤紅珠寶呢 我們剛剛就有看到赤紅珠寶是可以 換出求知的熱情 還有這個先祖力量 如果你們忘記了就影片稍微調回去 好不好 那我想要賭它 但是今天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你右邊的通貨就是這裡 它會幫你寫在這裡 你撿的通貨 你去打怪就會掉一些它的專屬通貨 那右邊的通貨是不足以去買這顆赤紅珠寶的 因為我的這個只有12顆 最大的這個通貨只有12顆 那我想要買這個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呢我就去找這個 第三個人 今天不會介紹這個人啊 我的影片也不會介紹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只是純粹讓你去換通貨而已 那 我剛剛缺的是這個東西 grandson artifact 就是這個 grandson 那我要買它 那我們就點它直接買 那買幾個 因為我這邊只有19個 我在網上拉就沒有了 所以 那好啊 那就19個全買 欸 這邊就輸入19 19 好那就 那我就買了19個 那這邊你就交換成功啦 那 交換成功完之後 再回來找這個觀藍 找觀藍那直接 我們剛剛是想要求知的熱情嘛 我們就先買 欸 啊很可惜它變成藍色 所以就是沒有賭到的意思 對那再來我們有什麼好的呢 其實也沒什麼好的啊 就是你們 如果你們想要賭 就是看剛剛那張照片 這個影片的介紹其實蠻簡單的 就是 看著我剛剛提供的 不是我提供的 是 我在別的網上上看到的 在編年史上看到的 對那你們就去找 那個編年史的 呃 這個 這個東西 就找它 然後去 對說欸 要讀什麼讀什麼 那前期我是很推薦 我有幾個比較推薦的啊 呃 味道之袍其實還好 我這個這個還好 我推薦的是這個秘術長衣 有出現秘術長衣的話你就去買吧 你就直接賭 看可不可以賭到這個薛朗的 護身長跑 這個還蠻貴的喔 前期 那空巷你也可以賭 呃 也蠻希望你去賭空巷的 那還有比較推薦的 神感 神感 第三個就是神感 一二三 已經三個囉 我們這邊就推薦五個吧 那這個 我剛剛有 呃 想要賭的這個 求知的熱情 我也覺得還不錯 前面還不錯用 那你也可以去賭 這是第四個喔 那第五個 第五個我記得 有一個還不錯的 先祖和諧嗎 先祖和諧 好像也不是 有一個是三個合在一起的 看一下 喔 當然啦 這個是第一名啦 但是我今天 不想講他 因為 他很難出啦 對啊 我上一季也是跟他過得蠻愉快的 對啊 賭這個也不錯好不好 賭這個也不錯 那賭水晶腰帶也可以 他很好喔 這個腰帶也很貴喔 所以 今天我就是提供這五個 東西讓你去賭 那當然你有不同的看法 也沒關係 就是 很free嘛 你想要賭什麼就賭什麼 我只是 覺得這五個東西 是我比較喜歡的 薛朗 然後 獵手 然後再來是這個 神感 還有 求知的熱情 剛剛還有一個是 空巷 我覺得這五個東西去賭 是比較有意思啊 比較有意思啊 你要賭就賭大的嘛 對不對 那我今天的影片 就會到這裡 那我們就隨便再按一下 沒中 好沒有按到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唷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今天影片很短 那我大概會分 很多期來介紹這個新機制 對 如果前面的獎勵 你是很有興趣的話 我才會出後面打鬥 的影片 雖然有點本末倒字 但我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就是寶物吸引你 我在教你怎麼打 不然寶物如果不吸引你 那 那何必去打這個機制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唷 我們下一期再見 我是哈爾 掰掰 我們下次見